欢迎锁定台湾新思路 说到台中 零第一眼印象是什么呢 很多人第一个浮现的名词就是制造业 尤其沿着大渡山台地 这个长约60公里 宽大概14公里的乡间 可是隐藏着上千家的精密机械 上万家下游供应商 是全球单位面积产值第一 密度最高的精密机械聚落 他们让台湾竞争了全球五大工具机出口国 曾经左右了全球一半的iPhone产量 但同样的 他们也是台湾最被低估的竞争优势 因为在过去他们被称为黑手窟 但如今误患心意之下 他们正努力地证明 手上的油污也能提炼出黄金 因此这一次台湾新思路 特别前进台中 制作了黑手变金手 金手奖专题报道 来拜访这群台湾的隐形冠军 看看他们的独门绝活 要如何在新时代之下 站稳脚步 甚至带动台湾转型 而今天第一个带你来看的 就是自行车产业 尤其台湾被称为自行车王国 而我们的第一个现场 就在台中的大甲 这里有个欧洲市战率第一的脚踏板大厂 而且根据统计全球有超过1亿人 踩着他们生产的脚踏板 而这家38年的老品牌 是如何躲过了疫情之下的缺贵风暴 把产品卖进了全球超过了70个国家 带您一起来看 台湾在巴黎年代超越日本 越居全球最大自行车外销国 取得自行车亡股美誉 也就是在1983年 当时29岁的白镇中 以280万元在台中大甲创立台湾 投入自行车零组件生产 当时在做自行车零件 可以讲说 百分之百都是直接外销 或者是间接外销 所以人家的计划 那时候要人家的计划 你可能会透过贸易商 那时候还没有传真机 不要说电脑 现在说的故事 你们可能听起来说太远了 所以人家的计划 事实上很难 都是贸易商在帮忙 为了突破经营瓶颈 白镇中开始寻求第三国 设立工厂的可能性 找过泰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 甚至是中国 最后选择 落脚印尼 大家的碳气是一定会的 你譬如来说的时候 当中国起来的时候 2000年起来的时候 2001年 非常快速 对 那时候印尼的导致是 开始在衰退 为什么会这样 对 磁起疲弱 那时候的失落感也会很大 对 哎呀 那时候怎么没去中国导致 那时候怎么会算定印尼 有啊 也会叹气啊 但是那时候 你要用另外一个角度 我说我只取一瓢水的时候 你就感觉应该适应下来了吧 每一次的转捩一点 大概的判断 我们目标的时候 抓住的时候 都是蛮正向的啊 不要负面的想法啊 保持正向 机会总会到来 恰好因为欧洲大厂来台寻找合作机会 却没想到单纯的市场合作 却让台湾有了脱胎换股的机会 它本身 大家都做一样的东西 我去看它德国设计的生产线 它的设备 跟我们是 我们大部分都是从日本来 然后copy 然后在台湾 又从台湾自己来做 所以这是决然不同的一个 机械设备的一个设计嘛 所以在那边也学了不少嘛 因为我们的这个双方的策略联盟合作 有一些是 agreement是所谓的一个 优先成购钱嘛 股东都有优先成购钱嘛 所以再谈谈谈谈 谈到最后 他还是选择 叫我Petri maragement buy out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 方法下来 花了四年时间 台湾成功完成并购 正式成为拥有六个自由品牌 行销全世界的跨国公司 也因此靠着Just in Time 72小时及时供货服务 给欧洲的自行车 主车厂跟批发商 成功抢下欧洲超过五成的市占率 位置第一 疫情来的对我们相对是有利 当市场包护性成长 需求供货非常快速非常多的时候 谁供货最快 就是我们 问题我们供货很快 市场那么大 我们也是来不及 刚开始 真空吸附过去的量 也吃下去了 再来我们后面还要一直赶货 所以现在台湾一直在赶货 说到赶工 到工厂一看 加班的却是这一只只机器手臂 因为台湾早在2013年 就开始进行数位转型 走出与别人不同的路 目标是要做全球的生意 甚至还砸下上亿元 打造智慧工厂 结合自动仓储 改为全自动生产线 导入CRM要用AI 帮客户运算缩断出货的时间 我感觉是说 聚的人应该不算这个 是执着的人 坚持的人才算的人 不要说傲的人 聚的人才算的人 因为付出到得到的差异的跨 所以说有很多人来 参观我们公司的时候 我们都说 佩甲 你要导致这个主动化 你的感觉是值得吗 我说这你如果这样想 你如果起心动念 你就说值不值得 我看你不要导致了 投资上亿生产每只价格 只有45元的脚踏车踏板 打造全世界第一条的自动化踏板生产线 让原本需要十几二十元的部门 一下子降到了个位数 因为不想追求低延人力 又想顾及稳固产量 自动化非走不可 身为第二代 从小看着爸妈经营公司不易 白建东的大女儿白亚慧 以饮水思源的心态 在两年前 接下总经理的职位 我没有去评判说过去的不好 只是说过去的生意的做法 可能比较聚焦在于 我卖你这个东西 你不要买这个东西 多少钱 太贵 没有要买这个东西 怎么怎么怎么 就是价格这边在讲 那我概念是说服务 服务service这个东西 那卖的过程当中 你要的切入点跟呈现的方式 不能往那个点 我可以提供什么样的给你服务 然后你的做事的手腕 跟内容的讲法 要把先自认为 我是六星级的公司 六星级的饭店 我卖这样东西 我的approach的方式 要拉上来 去讲服务这件事情 而不是讲产品这件事情 虽然产品是很重要 没有错 但是从这边进来 跟从这边进去是不太一样的 年产量超过一千两百万组踏板 样式多达四百种 全球超过一亿人 踩着由台湾生产的自行车踏板 通勤或运动 因为想要成为台湾第一 所以将公司名取名为台湾 但现在台湾不止立足台中 成为了台湾第一 更迈向世界第一 下一个同样跟车子有关的 就是商用车 俗称的货车跟卡车 根据统计 商用车市场只占全球车产量的 百分之四点二九 尽管毛利高一倍 但出货量最多只有 乘用车的一成 这样的冷门市场 却被一家昔日 牛排铁板制造大王 找到了机会切入 甚至摇身一变 成为了台湾商用车零件龙头 拼到挂牌上市 它是怎么办到的 我们带您来解明 疫情影响 人人宅在家 吃的喝的玩的 还有民生用品 全都靠着网路购物一届满足 这也让负责运输的物流业 迎来惊人营收成长 意外带动商用车的 B2B商机 商用车这个市场 我觉得就后市来看 我个人觉得是看不到镜头的 为什么 因为商用车 可能大家会把它归类成巴士 或者是 实际上商用车 应该是这么说 它有分连结车 有分巴士 还有分其他的这些 所谓的 我们常常在路上看的 比如沙士车 什么也好 当然这些 我们都是把它归类 为所谓的营业用的 这些所谓的商用车 那只要建设 不会停止 它就不会停止 而且经过这个疫情以后 我相信各国的政府 慢慢的等疫情回復 一定会扩大所谓的公共建设 那大家还忘了一个重要的一点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产生的所谓的物流网 因为大家 在经济的关系 那所以呢 势必大家网购会盛行 网购会盛行 需要去运输这些东西 那个也是属于商用车的这个范围 身为台湾商用车 零件龙头 2020年挂牌上市 作为家族第三代 接班的董事长 吕黄甫 在2007年接手前 光荣机密却严重亏损 一度考虑收摊 我假如说 我常常在讲 我把公司 我回来公司 假设15年好了 前面5年 是我 我觉得是我人生 最痛苦的时候 因为很多 还尴尬 因为很多都是面临 小时候这些照顾我的 他们都是叔叔伯伯 所以从小看我长大 以前都叫阿伯来 现在很像我变成他们的 老板 他们不能适应 那我第一个先解 重要最重要当然是先解决 品质的问题 你要先 而且品质的问题 并不是先从里面做起 是要先从外面做起 你教给客人的东西 是要好的 等到你教给客人的东西 都是好的 品质是好的以后 你再开始来改善 你内部的品质问题 这样才有办法先直选 从业业开始创业的 铸铁餐区 存下第一种金 1980年代第二代 旅同文执掌 透过日本大厂的 技术合作转型 进入汽车零组建领域 开始累积技术 数十年的企业 许资产也是包袱 我们交给客人 我们并不是用那种 一片多少钱 是用钱 大家用钱 多少这样 这样在买 所以到最后那个东西 变得毛利很低 而且没有价值 那当然那时候 它占我们营业额 大概一年大概一亿多 可是凭良心讲 它真正检讨下去 你才知道 原来它就是拉低 我们公司毛利的一个 大陆外边毛利的 一个罪贵活手 那留下毛利比较好的以后 那我们就要开始去找 这些新的客人 看他愿意给我们 看他愿不愿意 再给我们这些新的订单 决定不打价格 刹成一片红海的 全用车零件加工 而是抢进冷门 同业不想做的商用车市场 主攻商用车底盘 才有引擎系统 采取少量多样 高度客制化的策略 一年至少生产600种零组件 满足客户繁补的需求 全球最大财油引擎 汤明斯 欧洲最大零组件供应商 马牌 都是合作超过10年以上的客户 我觉得保守有时候相对 谨慎思考是个好事 然后你常常要知道 你要定位在哪里 你不要那时候 你的规模还没有很大 可是你就要去吃那种 几十万几百万的这种订单 那我觉得对公司的财务来讲 我觉得也是个很大的考验 那所以我们就是这样 开始迁入我们所谓的 商用车的市场 站稳上用车市场 光龙机密又将产品 延伸到技术门槛更高 数量更少 但是单价也更高的 风力发电零件 目前在台中 大雅厂区产能就以风力发电 建筑机械等 技术机密加工件为主 做全球的生意 光龙机密也已经 第一个就是 你可以可能到市场去 募集一些资金 再就是因为你公司上市了 那你可能更容易去招募这些人才 甚至于你去跟学校谈建教合作 那甚至于你去跟这些 政府单位 比如台中市政府也好 或者经济部也好 他们会愿意跟上市 会更愿意跟上市柜公司 来做一些配合跟一些案子 那我觉得对公司来讲 都是加成的效果 都是有利而无害的 所以我们也有 我们也有推行一些 跟那个 经济部工业局 跟那个台中市政府 事实上我们也有推行一些 数位化的这个辅导 所以我们 我们 现场我们现在几乎都是用 所谓的那个 可视化 让客人只要来 我们公司 甚至于我们拍给客人 客人就非常清楚的 我们里面到底在 在做什么 导入设备 在联网数位化 自动派工 自动参数 与自动精度补偿等 智慧化元素与产线 有效提高产线驾动率 与提升产品生产良率 除了在既有的工厂 导入智慧化流程 在台湾建制营运 及暂行中心 近年更次资超过6亿元 新建新产房 扩充产量 看重新能源车 轻量化的需求 抢先布局 制造旅届产品 所以我们现在 商用车所谓的电动化 是指的就是 现在的轻量化 它可能要 减低它的排放量 甚至于减低它的污染 但有一个就是 它先从它的车身 跟它的配送 开始下去铁 所以我们现在 大陆厂那边 我们开始有 所谓的重力铸造 驻旅的 那我们就是 针对我们客户 给我们这些新的 这些磁盘建也好 那其他的零部件 去做轻量化 所以我们开始做 铝的部分的 这些重力铸造 那未来 我们还会再投入 所谓的 铝的那个 低压铸造 那也都是为了 这一连串的未来 因应可能后面 电动车发展的 一个这个趋势 做人家不想做的 少量多样的生产线 更要随时保持弹性 光荣精密第三代接班 走出新方向 在小市场收割丰收 也逐步厚实 技术实力 用一颗马达 打进了世界的舞台 这一家台中的公司 是从家电变频器做到了电动车 专进交流马达变频器的研发制造 不但打进了全球32国 还靠着自主研发 最高省下了将近七成的能源耗费 从动能走到节能 他们是如何撕掉黑手标签 不卖制造卖脑袋 来一窥他们的转型关键 一走进大门 就是一排的运动健身器材 可别以为这是员工的休息区域 与一旁的马达变频器产品的展示一样 他们都是来自于与合作厂商的 共同开发产品 要让来参观的客户 体验一边运动 就能一边发电的产品功能 这个R-Rider的关键技术在于回升发电 那这个技术是我们早期 源自于我们跟台塑汽车 有一个油电骨和动力车辆的案子 那油电骨的车辆 它对于能源的使用是非常的珍贵的 所以它会在下坡的过程 把马达转变成发电机 然后把这个能量 就是刹车的能量回收到电池原区 那因为我们在做那个电升器材 我们就想说 我们把这个技术来结合健身器材 所以这个人在发电 人在踩这个运动健身池脚踏车的时候 我们就顺便把这个能量 然后把它转成交流电 可以回送到市电区 将自己视为客户设计营运的延伸团队 这是林茂的成功秘诀 因为客户东西卖得好 自己的销量当然也就更好 为客户创造产品价值 这种更好的想法 就在这一栋为了庆祝开业30年 所盖的建筑物上具体展现 在他们的专业领域包含空压机 冷冻空调 这个冰水主机 电梯 这个自动仓储 那像是一些风扇的这样的一些设备上面 都配合了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电瓶器 那另外的一个重点就是它一定是有节能的这个功效 所有能源耗费一眼就能及时了解 为在地下室的这些大型机具 更是枕栋绿建筑 所能省下资源的重要关键 马达回升系统最高可以省下将近70%的能源耗费 甚至靠着这样的研发实力 也能够在市场景况不佳的时候 逆势成长 像是在2008年金融海啸时 就说服客户 趁机升级停下来休息的生产线 当时的这个塑胶射出跟这个射出机的这样的一个产业 很多的厂商因为没有订单 所以整个产线它是停滞 这个停滞的一个状况反而对林茂来讲是一个优势 因为你设备停了 我有机会去跟你推 推广所谓的节能方案 所以我们在那一段期间呢 做了不少的射出机 跟这个像素胶的设备的一个改造 那一段的时间 其实我们的业绩反而是没有往下掉 而是增长 用数字说话 客户自然买单 背后依赖的是强大的研发能量 光是员工的组成就有三分之一是研发人才 拿下各项国际认证标准 强化自己接受挑战的能力 还透过与美国维吉尼亚大学的合作 拿下2016年 Google举办的创新大奖第二年 当这些来的这些客户 他们如果提出的这些问题 不是一般general的问题的时候 它是具有挑战性的 这个对林茂来讲的话 我们是非常希望看到 也很喜欢看到这样的题目 这种都会是所谓的突破孔 它会是带领你往蓝海去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 所以我们通常都会接受 这样的一个客户化的一个挑战 那题目的话 如果可以跟公司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针 是可以吻合的 那是更棒的 哪里有马达 哪里就需要变频器 从传统的大型厂房生产机械 现在也抢劲行动斩据 像是未来前景看好的电动车 被称为得三电系统者得天下 而这也成了林茂切入的优势 电动车来讲话 电动车大家都会认为 我们做驱动器就只做这个动力的这个部分 基本上电动车它现在最大的痛点 在电池的续航力不足 那这个动力只是其中的一点 另外在这个空调的部分 这个空调也是占了这个电动车耗能的最主要的一个关键 所以很多电动车的业者现在在找的就是 一个好的一个空调的一个方案 为了强化自身的制造能力 拿下国外车商的供应商资格 更将产品质资率提升到90%以上 导入投资自动仓促系统 连接亚批后不仅减少人工 更让管理效率增加六倍 为了智慧制造物联网的趋势 成为林茂兵营客户 少量多样生产需求的最大后盾 因为每样出去的产品都能够做到 所缘履历 欧美市场大致上会比较布局 所谓的家用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那另外在日本东南亚 像日本的话我们在做都会是像大地工程 像有一些建案他们要开发之前 必须要先找地 那个设备都非常大 那我们在日本布局都是在 比较大型的这样的一个机具上面 那除此之外在东南亚的市场 水瓣啦 风车啦 还是一些节能应用 空调 绑织业 这个都是我们重要布局的一个项目 那另外像是电动车 那电动车你要进到所谓的一线大厂 我想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有一些像是低速电动车 LSEV 另外像无人自走车 AGV 这种市场的话 它就比较不会有法规的一个考量 那安全性也比较不会有疑虑 那这个都会是林茂未来可以布局的一个重点项目 服务据点遍布全球高达32个国家 从传统业到科技业 从工业设备到民生用品 即使国外客户受到疫情影响 但林茂没有停止 研发创新的角度 寻求电能管理的最佳化 因为付出的时机随时降临 协助客户做好永续发展 充实本身的技术门槛 做好准备 才是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